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 麦格里第二月麦格里卵政工房 林志彤 今天请你嘉宾 麦格里资本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应股证市场销售主管 林宏盈先生 及要财政券研究部总监 是要回来先生 Stanley 两位早安 大家好 又来到Wallon的环节 这两天炒窩论或牛共证都非常好惨 波幅都大了一点 不如先和Stanley说大事 都不呼吁这么多 大家都要很贴士 大事本身先说美股方面 一天不跌 昨天才卵下来 港股昨天也是 弹了一点 然后又升了 一个消息说刘鹤去美国 又升上来 因为应该都是美股拖累 和A股 今天都不太争气 又跌了二百多点 今天都穿过两万九这些水平 现在是这样玩法 其实 问你的走势 方向其实没什么意思 但是波幅区间 你又怎么看呢 没得看 没得看 因为这些政治市 一两个消息 是可以令到市况马上逆转 逆转得很快 但是这样说回 你今天博不博 我今天 你博不博的事可以反弹呢 我不博啊 我反而博想博 他多一点 多一点啊 因为我看牛龙症 街货分布 下方那些牛症 如果吃完的话 是挺和味的 如果纯粹用这个做参考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再多一层 但是这样说回 这个都是一些理性的讨论 你想一下 现在所有的 这一两天的时间 所有的消息开始出来是坏的 是 你想一下 有没有再进一步坏的消息会出来 再坏的 会有什么情况 再坏的就是谈不定 星期五就直接 你觉得现在市场反映了这些因素 反映了什么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些事情 大家开始在说 就是说这一样东西 还有现在大家开始觉得 应该谈不定的 所以要沽货的人 都先沽了 但是你说是否真的会到谈不定 和大家叫做抹面呢 抹面对双方都真的没有好处 还有我觉得你说 刘鹤他既然觉得去的话 对过去有两个结果 一谈一摊牌不谈 但如果你是摊牌不谈的话 那摊牌留学过去 打个电话也可以 我会觉得他觉得去的话 都是想说可能大家再谈下去 但是变成可能以前我之前的那个方案 谈中方可能有机会再让务多些 但要再详细谈 那就要拖 至少就是说 还有现在到一样东西 你等下星期五的时间 特朗普会收回关税的决定 有机会如果真的说谈 即是有机会讨论的话 那没有的 可能暂时延后 但都要到星期四才会有 所以这两天你预计的事 其实是完全可以 不知道想怎样 那就不入场住了 是维稳的 你拿着一些个别蓝筹 又不用你去的 我时都强调 你只要拿些货 你不是风眼位的股份 你就拿了 但现在博呢 如果看衍生工具 杠杆就会很厉害了 一定是 而且这几天应该大家都 帮忙转 即是炒职日司金 和朋友 不炒股 是啊 炒指数就够了 一定是 又问一下 Rowan 又说一下资金流向 刚才我都说过 下面那些牛证 都很密集 现在又开了图给大家看看 有多密集呢 你看到蓝色的储藏图 就是牛证 相比黄色的红证 其实看到多了 今早来说 我看到投资者比较活跃 部署下一些牛证 昨天高位是29,000 重货区比较多 今早看到比较活跃 28,600 这些水平 但也有60多倍 实际杠杆 有些保守 就选28,400 短线的投资 可以给大家参考 但他们是买牛证或是红证多呢 看好还是看淡多呢 现在很多都是在 见跌了 都是在低位再买入一些 就是买牛证 反弹多一些 很短期的 可能是今天或今早 走的那些 是的 大家又可以继续看着市场 但是呢 今天市场不算很明显 或者跌得太多 原因之一 都是因为腾讯顶着 现在腾讯又升了大百分之二 38.2 有些消息 就是说 他们有个游戏 和平精英 现在开放测试 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现在 那些人课金去买那些 枪械 就是买那些 可以充值 是的 我都不 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些游戏是怎样的 终于可以买货金 终于可以靠食鸡赚钱 不是 现在其实你可以说 就算这游戏叫上线也好 不应该升那麽多 不过 有样东西 是几 就是我看完之后 我都觉得 哇 那你没输了 即是什么事呢 因为他现在 之前的时间 不是那个叫 那个食鸡叫绝地投身 他现在 直接那只游戏 现在应该是 今天开始 他现在要停 叫暂停 暂停维护 维护之后 应该是你那只游戏 即是绝地投身的游戏 他没有了 是 他将你里面的东西 转到无平精英 是 即是当你现在的东西一更新的时候 你变成你现在玩的游戏 就不是玩食鸡了 就玩和平精英了 是 而且你几天可以货金 那你想一下 如果你这样计算 即是大家之前 觉得你那只游戏是拖下去的 即是那只游戏 不可以辨然 那如果是新游戏 现在 都真的是新游戏 但是 整个情况下有些改变了 换汤不换药 是的 但你变成了可以货金 这下其实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通常都在想 你怎样可以这样做呢 因为我当时在想 那些人怎样将 拖地球灯让人转过去 原来是这么简单的 是的 如果你这样计算的话 即是今天打后的时间 大家之前最关注的 怎样将竟然的货金 做到了 整件事又很不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算不算升得少呢 升得百分之一 那么你预计了这个消息 一定是 就是我们说 一定是有利去的 但是只不过 整个市场 即是你对于市场来计算 始终有些变数是来自谈判的 所以我说有货的 就立即握住它 但是你又没有货 现在还追不追呢 我觉得看个气氛 如果你是否要战这件事 即是宇国天青的话 就真的不爬埋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 没有货的就握住它 没有呢 同事都已经在看着 已经在看着什么 先等一会 先等一会 现在这位追一个尴尬的 讲真一句 可能之前的时间 三七零你不追 现在已经三十九年就追 但是美国战 其实对腾讯没有太大的 特别影响 是科技股的 韩晴的气氛 其实你很多股份 你突然这样想 好像你说 阿里巴巴那些 都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如果问题是 当你美国战 你不知道 最绝点的情况之下 可能有很多 梅里拉加都会牵涉在内 是 这一刻会反 所以现在没有了 所以我强 其实都很强一点 你的股份是OK 基本上是可以的话 你真的不需要害怕 这一阵也是 这一阵有时候 我见到有些人说 什么走太多货 喂 你有一些股份 你这些都不关事 是 你又是OK K 为什么要走 我会不会 继续看好腾讯中线的表现 但也要看市场气氛 又问一下Royan 如果腾讯 因为下周二已经出过第一季的业绩 最近的资金流向又是怎样呢 还有你们的分析 对腾讯又是怎样呢 好 看回腾讯的技术分析图 绿色点看升事件 和红色点看跌事件 其实两者都差不多 所以其实暂时都可能 中间区间上落 都是适宜很短线地去部署 你见到 其实北水方面都多 见到户路那边 昨天其实很多都没有流出 但是它是流入 就是趁低级 深圳那边都是多 都是腾讯最多的资金流入北水 再看回河岚那边 河岚那边 其实见到一天的图 反而不是那么多 因为其实被港交授 因为它说到消息部署的叠职 见到三天和五天 都是腾讯最多的资金流入 所以都是有个指标 给大家看回 很多都可以看回低位 再吸纳腾讯的 call 论部署 刚才我说到下星期二 就是第一个业绩出来 现在再做部署 腾讯的 call 论有什么选择 腾讯的 call 论我们今天带来这款 是17806 行使价是$440.88 比较高一点行使价 年期是8月左右 就是差不多这些水平 所以见到它的实际杠杠杠比较高一点 有十三倍 还有这款是一对十的选择 所以会走得快一点 所以都相应大家要知道怎么办法 好,又问问Sanny 市场对了差不多一千点,之前跟Arnold谈计时,现在的策略有几样 一是买一些跌了很多,然后反弹的股份 一是趁机会买一些很强势,之前追不下,现在趁回调坏的股份 海底洞是其中一只,这几天它的股价在高位回了5-6% 你又觉得这只值得买入中线的部署呢? 其实很有趣,整个市场正在炒作内地的消费股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股份虽然真的很贵 估值一点都不便宜,但真的没办法,追货也是追这些 就是这样做 现在去到这个位置,你会否建议大家现价买呢? 没有,就是短炒,短炒的现身工具好些 这些,你说买正股的话 就是这样说,它的股价不是算低的 但当是炒一阵的,炒这个是市场做得彈的话 用现身工具的部署会比较好些 好,又问一下Rowan,如果Stanley也这么说 如果要用corporance去部署,应该都是买call的了 海底撈的call,你们有技术分析图表可以看到什么呢? 或者资金流向又如何? 技术分析图表,因为它不是那么多数据 它尝试了一会儿,所以不是很明显 没有那么多指标做出来 但我们看看它的红色这条线,就是它的股价 蓝色那些就是资金流出流入 其实现在暂时,海底撈只是call价 你看到很多时候都是,譬如前日来说 它是大地市,它都是很多资金流入,即是博反达 你看到那个储藏图都比较高一些,很多流入 昨天是平走,所以就说有些流出 所以其实都是,你看到低位,正如Stanley所说 低位是这些,趁这些机会,去部署 市场上的海底撈call,选择都只有10个左右 杠杆大约2至3倍,今天带来的call价 条款是怎样呢? 今天这只海底撈call价,编号是16965 行使价38.88元,比较高一点的行使价 应该是全部最高一只,年期是最长一只 2020年3月到期,即是可以平衡风险 会说时间值损耗那么大,如果你走个不正方向 都没有那么多损伤 实际杠杆都有3倍以上 都是给大家参考到的 海底撈call价,今天逆市都继续有得升 暂时29.25元,升大约1%左右 另外一只股份都想问一下你 Stanley,就是788元 我自己之前去业绩都赚过钱 但现在又回到2元这些位置 之前听了一些分析就是5G概念炒铁炭又没错 现在去到这些位置,你觉得可不可以呢? 我是持相反意见 我都记得你业绩的时候,你都说你继续看他 你可以说他那个,市民炒5G 来来去都是炒铁炒中兴这些 这一只大家觉得是说他不能输 觉得他的业务的比较不能输 我就不太认同的 但是当然他的价格也是受到很多 就是我们说有很多憧憬之下令他弄上去 没有的,你说有货未见他弄 如果有一些可以赚的,有货未先拿去 但我仍然继续持他的看法 都是这些价格不吸引的 不过现在这些位置,纯粹博去反弹的 都是短炒的 好,788元短线部署,有否吸引到资金流入呢? 有的,在5天资金流的图 这个铁塔排行第四 就是货币里面,比较多资金流入 也是啦,又是星期所说 短期来说,你趁这些机会 带点市,你就可以进入短期部署 反弹的声浪 铁塔高杠杆方面又如何?高不高? 铁塔高杠杆大约3倍左右 今天这一只是编号17196 行使价是2.6 都是比较高一点的行使价 年期都是比较长一点的 2020年7月到期 所以都是平衡风险 不想时间值算太快 如果不符合方向的话 所以这个实际价是3-4倍 都可以一个选择给大家 好啊,最后的声音我们又提到汇控 出了业职之后,比市场预期好 但似乎在七字头都有些阻力 短线汇控或者现在的汇控 买入价值高不高呢? 现在? 对于汇控来说 现在中美谈判这一件事 衍生下去的情况 就是说 对经济层面上是有些影响的 尤其是这个是一个环球性的影响 对于这些环球的金融机构 其实比较是负面的 但只不过纯粹是颜色 有五厘领的颜色 定得到下的 就是变成这些再跌的空间又不多 还有有货的 可能会比较短一点 放在这里收下的颜色都可以的 有五厘领的颜色 现在你说市场上有哪一只股份 有五厘领的颜色 而比较安全呢 都真的不多 这只其中之一只 美国那些国际金融股 又表现如何呢?最近 一般都不行 都慢慢地 其实呢 之前你说 说美国有些出现经济数据好 但我会浸上去的 是 但是昨晚这些时间都是差了 大家都是有的 我担心在这里 有没有错 最后又问一下Roland 汇控的走势分析又是怎样呢? 他OK 真的看到这么多只 很多都可能大家拉他 但是汇控 你看到绿色点 看升事件 真的比较很多 有16个看升事件 只有6个看跌事件 所以大比数 都是比较支持股价 技术分析层面 好 汇控call 选择又是怎样呢? 汇控call 今天带来这只15511 行使价75.88 实际杠杆 都差不多13倍 今年长少年期 也是11月到期 年期长些 风险方面都可以容易管理到 好 这节都和两位谈到这里 都要申报先 Ryan 有没有持有上述提交股分? 持有汇控的 Stanley 持有腾讯 好 谢谢两位 现在先去广告 两分钟之后 再会和大家继续谈谈 Stanley 亦会解答大家的问题 有任何问题 可以打电话 电话在204-6566 又或者追问题电邮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971-4200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见